我们今天来画赖斯龙的尾巴 赖斯龙的尾巴跟其他恐龙的尾巴 乍看下差不多都是一个圆锥形 尾巴根部非常的粗 然后到末端是非常的尖锐 但是还有一些细微的特征 大家要注意 首先尾巴末端跟后背一样 是有一系列波浪状的这种古板构成 然后在尾巴的下方 这个位置是它的坐骨的终点 是它的坐骨 这个坐骨是向斜下方伸出 因此就导致它尾巴根部是比较粗的 然后向后急剧的变细 另外还有一些特征 就是在它尾巴的下方 有一系列的小点 像扭扣一样的 或者是像硬币一样的 这种小的凸起 这些结构是一种甲片 能够保护它的肚子 我们现在来画它的尾巴 赖斯龙的尾巴前端 我们可以先给它画上骨盆的结构 然后在画尾巴的下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画出坐骨的痕迹 然后就是尾巴的根部非常的粗 在尾巴的背面 我们要画上一系列 这种方形的甲片状结构 这种结构在爬行动物 以及恐龙身上非常的常见 然后我们可以画出它大腿的形状 然后这是骨盆的形状 骨盆向后我们可以画出一条中缝 这是上下两组肌肉的中缝 然后接下来在表皮上 表皮的向下的位置 我们可以画一系列这样的甲片 在一些鸭嘴龙的身上 我们曾经发现过这样的甲片状结构 这样赖丝龙的尾巴我们就完成了